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上午跟大家分享过 有关奥巴马自己的办公室 拒绝回答福克斯新闻网的提问 就是你是否自查 你是否拥有相应的一些机密档案 结果在刚才大概两三个小时之前 奥巴马的办公室 大小布什的办公室 和比尔克林顿的办公室发表声明 他们把所有的档案 所有邀交回去的档案 全都交给了国家档案馆 全都交给国家档案馆 那现在活着的副总统 包括戈尔切尼 都明确宣布说 他们已经 他们没有任何机密档案 他们全都交给了国家档案馆 那这个故事就显然 这一故事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这个故事把谁卖了的 是真正倒霉的 是这个彭斯 这是彭斯 我们上文已经跟大家解释过 彭斯太坏太坏太鸡贼了 那太过分了 那他做法就 我跟大家解释 他表示有关利用圣经的做法是一样的 那他昨天的做法 就逼得所有活着的总统副总统都必须表态 那结果媒体当然去追他们了 那追他们现在有一个最大前提 就是说司法部也好 FBI也好 他们没有理由 他们除非有理由 他们没有理由去追逃前任总统和副总统 对不对 这是没有理由 如果他有理由的话 是国家档案馆去挑战前任的总统或者副总统 而在拜登的案件当中 拜登的律师已经把责任推给了档案馆 就是他们出现了内讧 那作为国家档案馆本身 现在就多少就遇到麻烦 那国家档案馆如果要证明说奥巴马 大小布什和比尔克林顿都可能拥有相应的一些机密档案的话 那国家档案馆就失职了 这是肯定的 国家档案馆就失职 那作为精英的人不会这么傻瓜 谁也不会把自己放到一个失职的成分 那结果彭斯的做法呢 他是表现出一个所谓道德的做法 那他面对这种事情 我愿意自查是表现出一个所谓的道德的做法 而这个道德的做法却有一个客观的成分在里头 如果他自查OK了 他自查成功了 成功之后他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摆在他前面呢 他就一脚就踩在了这个川普身上 另外一脚踩在了拜登身上 我跟大家解释过 他会踩着两个总统 来凸显出他道德成分的高涨 而同时如果他自查非常安静 非常干净的话 那作为没有自查的这些总统副总统 就出现了一个道德的问题 完全出现一个道德问题 当然现在也有道德问题 但是呢 他证明 他自我证明我是清白的 我是最好的 我真是拥有道德的 但他万万并没有想到 他自己被在天意当中吧 他自己有那么十份档案 所以就变成了 这个 彭斯就变成了一个小丑 在彭斯变成小丑的时候 那一下就给现在的所有的 活着的总统副总统 就做出了一个现实的典范 所有人 我相信所有人都相信 如果他们去查 都一定会有的 但如果他们不查 就他们明确讲说 我不需要查 因为我当初都已经交过了 那今天的 今天的司法部 今天的FBI 今天的国家档案馆 是没有任何一方 有基础 去质疑 现在其他的总统副总统 那如果可能 美国人民会说 那不对 他们如果查就都查了 没有 那活着的美国总统 都一定会把自己 标榜成是完美的 我不需要查 我记得很清楚 这是我的责任 这是我做人的准则 这是我的道德 就像当初 彭斯在攻击川普时 是一样的 所以我不需要自查 那他自查是他的事情 他自己知道 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情 那彭斯就是这问题 但我比尔克林顿 我奥巴马没有这问题 所以这 那这个东西就OK了 所以他就在同一个时间 几位活着的 包括死的总统 这个包括死总统 就是老布什了 因为他是一家人 跟小布什是一家人 所以他们就发表了声明 发表声明 声明他们什么都没有 那另外几个奉总统 也发表声明 说自己什么都没有 而这几个总统副总统 他们的价值观是等同的 那小布什的价值观 跟奥巴马 比尔克林顿的价值观 基本差不多 他们是有着非常激进的 极左的势力的概念 那副总统就不用讲了 对不对 副总统就不用讲 格尔就是民主党 格尔现在就是深层政府 就是大重制的人 那切尼呢 老切尼呢 基本上已经倒向了民主党 所以人家在价值观上是一样的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这件事情肯定就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那你说美国人相信吗 美国人相信不相信 已经没有意义了 对吧 因为在法律的角度来讲 没有任何人能够碰到他们 没有任何人能够把他们如何 这是关键的所在 所以在法律无法对他们如何的时候 那他们踩在了一个道德的基点上 就把这个彭斯完全给嘲讽 那川普是遭到的迫害 那拜登是自残 那作为彭斯 所以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解释了 这是天意来的 这是彭斯自己的两次 就是两次出现最大问题的时候 都是他自己干的 所以彭斯完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确确实实的在自己手里面断送了自己的一切 因为在这个1月6号委员会 1月6号的时候 他如果当时翻转了整个美国选举的状况 他只要不去认证 那就没有今天的麻烦 而那个状况呢 他似乎有借口 对吧 因为他是一个被迫的到了那个位 他就在那个官位上 他被迫做出了那样的决定 他可以给自己找一个说辞 那是一种有着被动的成分 因为美国的总统的 总统选举的程序是那样 所以我只是按照程序走了 我不做任何过分的东西 但是这一次在自查有关机密答案的时候 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是他自己要出头 自己要干这个 自己要如何如何 完全有他自己的目的 可能有朋友说 他可能这个目的 那个目的 我个人觉得问题不重要 我个人觉得问题就是说 他以自己的方式突出 他是一个道德者 而彭斯一直是这么一个标榜的 所以在他前打两位总统 后打三位总统的背景之下 和副总统背景之下 把自己毁了 那真的这是彭斯把自己毁了 那奥巴马把毁掉他 那是一样的 那是他自己毁的 彭斯自己毁了 这就是一个命运当中的故事 那这种命运中的故事 那本身就包含着 在天意的成分之下出现 这是一种天意的成分 所以奥巴马他们肯定商量好了 大家旧波下驴 跨这么一走 那你谁也查不了 就变成了 我们家就是有成敦的这个档案 那我不承认 你不 我不承认 你也不能上我们家去查去 这就成为了这个当现在的故事 对不对 成为了这个故事 因为那些东西 很多东西是属于他个人的 那如果去查的话可以 那必须司法部跟FBI 有着他的理由 或者某些人去 透过什么样的法律程序 去找他麻烦 而恰恰我们知道 在这个现在这几个总统当中的 奥巴马 比尔克林顿 希拉里克林顿 他们都是律师来 都是律师出身的 所以这就 这故事就基本上 以这样的故事呢 很显然就结束了 而这个结束的本身呢 却 却这个拜登 对不起 是这个彭斯把自己卖掉了 所以应该机密档案的问题 额外的毁掉了一个彭斯 而彭斯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就跟拜登出事是一样 所以我愿意把它看成 是一种进化的过程 真的是一种进化的过程 是所有人都看到 作为真正的跟美国人的利益关系来讲 那就是总统的诚信问题 总统的诚信的表达 那几位总统副总统 直接声明说 我们什么都没有 却没有一种基本的自我寻找 自我论证 自我检查的一种证实的过程 也代表他道德的衰败 法律上不能把它如何 但是在道义上 很显然在道义上 美国人民会蔑视他们 明媚的美国人民都知道 这个做法是完全逃避的做法 这个做法是他们承担不起的 但这个做法是合法的 这个做法在现实的环境中 完全可以能够应对这一场危机 这就是故事 当然说后面会发展成什么 那司法部如果司法部长有独立性 如果不干的话 说那当然可以了 但你谁能想象今天的司法部长 加兰会不会说他不干 从给美国公民 给美国选民一个公正答复的话 那我作为司法部 我有权下命令 他有权下命令 鉴于前面的几件事情 那我要希望所有总统副总统配合 我要检查你们的档案的话 我要检查你们相关东西的话 我们就不知道总统 这些活着的总统会怎么讲 但故事就是以这样的方式 走到了就是走到了这一步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